欢迎回到我们这一期的美洲360 今天由我回来为大家报导一下 三个星期的车谈大小事 如果大家喜欢我们的影片呢 记得在影片开始之前呢 帮我们按赞 订阅 分享一下 然后我们就进入这个节目的正题啦 那么第一个新闻就是关于本地的其中一款 最畅销车型 Proton X70 的关系 根据消息指出呢 目前的 Proton X70 呢 虽然讲只有这个 Turbo Engine 可以选择啦 但是在未来呢 它会提供这个 1.5 公升的 自然进行引擎功效费车的选择 而且价格会降低 目前呢我们可以从 Proton X70 的这个命名规则来看呢 它真的是少了一个路纹嘛 因为目前在我国呢 Proton X70 呢 它的最低销售车型呢 是 Executive 然后到 Premium 然后到 flagship 还有这个 flagship S 少了这个 Standard 的车型 根据现在的一些网上传言指出呢 这个 Standard 车型 其实就是为了这个 1.5 公升的 自然进行引擎而准备的 这款车型呢 预计会在 2025 年登场 而它的价格会低于 7 万马币 考虑到现在目前呢 这个 Executive 车型呢 它的价格大概是 7 万 3 千多马币啦 所以这个 1.5 公升自然进气的版本呢 它低于 7 万马币 我觉得也是情有可原啦 那么这具引擎呢 是什么引擎呢 这具引擎其实就是我们之前讲到 新一代的 Proton 还有吉利的新引擎 它是 1.5 公升的四缸 带有这个缸内直喷技术 它的最大马力表现达到了 125 HP 峰值流率表现 153 Nm 虽然对比现在的涡轮引擎 它的 148 HP 还有 226 Nm 算是低了不少 但是考虑到呢 它这个动力表现呢 其实也足够能一般去 Point Air to Point B 的人 而且重点是价格也比较低点 所以相信呢 消费者接受的程度是比较高的 值得提的是要跟大家讲 目前呢 在马来西亚呢 售价 7 万块以上的 Sedan 车型呢 这个 Proton H70 的销量是第三高 只是排在这个 Toyota Vios 还有 Honda City 之后 作为一款新产品来讲呢 有这样子的销售成绩 我个人觉得也是非常了不起了啦 那么大家会不会再纠结呢 二手的 Sedan 车型 跟全新的 Proton H70 车型 要怎么选择呢 之后呢 我们也会做一期影片来聊一聊这个话题 记得哦 要订阅我们的频道 第二则消息是 Sedan 爱好者的好消息 因为呢 根据数据统计呢 在北美市场呢 Sedan 车型的销售成绩开始大涨 甚至高过了这个 SUV 的涨幅 我们都知道哦 这个 SUV 已经是一个风潮了 不管是在全世界哪里 中国啊 北美啊 欧洲甚至是马来西亚呢 都有这个 SUV 越卖越多的趋势 那么对于一些 Sedan 爱好者来讲呢 Sedan 车型越来越少 是一个很伤心的事情啦 不过最近根据北美的调查呢 在北美销售的 Sedan 车型呢 包括像是 Nissan Versa 也就是美国版的 Nissan Almera 然后 Toyota 的 Corolla 还有这个 Honda Civic 呢 他们的销售成绩呢 都出现飞跃式的增长 其中 Honda Civic 呢 它的销量增长了 38% 很高哦 就是单单今年从 1 月到 6 月呢 它的销售成绩已经超过了 14 万辆 这个成绩真的是非常亮眼 那么是什么原因导致这个情况出现呢 相信就是因为 SUV 的车重 因为比较重的车身呢 会导致油耗偏高 然后这个轮胎还有刹车片磨损比较快 这样的影响呢都会导致你的用车成本上涨 所以相信这个就是主要呢 消费者从 SUV 回流去 Sedan 的原因啦 那么在荧幕前的各位呢 如果是 Sedan 还有 SUV 给你选择的话 你会选择哪一款车 欢迎在影片的下面留言跟我们讨论啦 剩下来的三则新闻 都是跟本地市场的新车有关 首先讲第一款要来到马来西亚新车 就是这个 Lexus LBS 最近呢 Lexus Malaysia 在这个官方网站上面呢 放出了一段预告呢 预示着这个 RZ 4501 还有这个 Lexus LBS 呢 都会引进马来西亚市场啦 那么我们就来讲一下这个 Lexus LBS Lexus LBS 呢它主要是取代 Lexus US 的地位啦 它是一款 B-Segment 的 crossover 车型 同时呢原厂也宣称呢 它是最独特的 Lexus 车型 首先呢就是它的外观设计非常非常的时尚 而且采用了最新的 Lexus 家族化设计风格 我个人最喜欢的就是它的连贯式尾灯 看起来真的是蛮 fashion 意向 至于在内装的部分呢 它则是采用了一个超级大的中央速控铭 还有数位化仪表 整体呢就是像这个 Mini 这样主打一个精品路线 那么至于在引擎的部分呢 它采用的是 1.5 公升的引擎配配电动机组成的混合动力系统 它的最大马力表现达到了 130hp 官方数据呢它的 0-100 加速只需要 9.2 秒 虽然说在豪华品牌来讲呢 这个车型的加速表现看起来并没有那么的出色 可是实际上呢 这一台车主打是低油耗跟低排放 所以呢它可以符合目前的欧洲跟美国最新的排放法规啦 而且据悉呢 这款车目前在欧洲市场卖得非常的好 所以我相信这款车来到马来西亚市场应该也会掀起一阵风潮 重点是呢 根据一些小道传言指出呢 这一款车的售价呢 会比起泰国卖的 LBS 更便宜 给大家参考一下 目前LBS在泰国的售价如果换算成马来西亚令吉的话 大概是要28万左右 那么你觉得这个LBS在马来西亚要卖多少钱才合理呢 第四车新闻就是 Kia Sportage 确定会在今年内引进马来西亚市场 而且是以CKD的形式贩售呢 最近呢 马来西亚的财经媒体呢 The Edge 就访问了这个 Bermas 的高层 这个Dr. Francis Lee啦 它就表示呢 Kia的下一款新车会在今年内发布 也就是在全球市场卖得非常好的Sportage 这款车呢 他们前期只会引进这个1.6公升的引擎 之后也会添加这个混合动力 或者是插电式混合动力的引擎啦 那么这个Sportage呢 其实是一款C-Segment的SUV车型 它跟这个Hyundai的Taxson呢 是这个双胞胎的兄弟 基本上呢 他们在平台跟动力配置上面都是共享的 那么之前我也是有开过这个Hyundai的Taxson 所以对我来讲我觉得这款车还是蛮值得期待的 因为它整体的空间表现 还有它的动力表现呢 在目前的C-Segment里面呢 都算是一等一的 但是呢 我个人更喜欢它的内装质感的部分 我觉得Kia的内装质感 一直以来都会比Hyundai略强一点 所以当我看到这个Hyundai Sportage的时候呢 我觉得哇哦 这个车应该会引起马来西亚消费者的注意 那么值得一提的是呢 目前我们还不清楚呢 这个Sportage是引进标准版还是长手具的版本 如果是引进长手具的版本的话 那么它的这一空间表现 应该会非常让人期待 还有一点就是呢 这个Dato Francis Lee呢 他也是有讲到呢 他们的目标是这个Sportage 在马来西亚一年可以卖出4000台到5000台左右 那么他们列出那么高的销售目标呢 相信在价格跟配备的部分呢 应该会非常的有竞争力 那么呢 大家会给这个韩国的SUV一个机会吗 最后一则新闻就是这个Mitsubishi的ACFOX呢 正式登陆菲律宾市场 而且据说呢 马来西亚也会在今年引进 这个Sport呢 是一台B segment的SUV车型 其实马来西亚的B segment已经非常的拥挤了 我觉得多一款SUV加入呢 会加剧这个极具的竞争 当然消费者可以得到更多东西 但是对于厂商来讲可能就不是好事了啦 那么Sport是一款怎样的车型呢 是Mitsubishi专门为东南亚跟的一些 南美洲或者是非洲市场打造的B segment SUV车型 主打的就是大空间还有高离地高度 根据官方的数据呢 这辆车的离地间隙达到了222mm 对于东南亚的路况或者是南美的路况呢 它要应付是绰绰有余的 另外呢 在内装的部分呢 它也保留了些许的时尚元素 包括了大的触屏主机跟大的数位化仪表 而且呢 他们还跟YAMAHA合作 为这一个X1呢 打造了独一无二的音响系统 这个呢 在目前的东南亚市场是比较少见的啦 而且呢 这台车我相信呢 在马来西亚市场呢 应该也会蛮受欢迎一下的 因为之前呢 像是Mitsubishi的Expander 在本地也有不错的销售成绩 所以我相信这个XFORG 应该有理由再下一层 而在引擎的部分呢 这辆车的配置可能就略微逊色一点 因为它只有配备了1.5公升的自然进行引擎 它的最大马力表现是103HP 匹配CVT的变速箱 而且只有前轮驱动 那么各位觉得这个动力够不够用呢? 我相信在日后呢 Mitsubishi呢 也会把这个车子呢 加入这个混合动力系统 来弥补这个缺点 不过呢 这边有一个好消息要跟大家讲 就是这款车在印尼上市的时候呢 是没有Artax Level 2 半自动驾驶辅助系统的 可是最近呢 在菲律宾版本呢 就出现了这些功能还有配备 所以呢 我觉得大概率呢 未来马来西亚版本呢 也会有这个Artax Level 2 半自动驾驶辅助系统 因为如果没有这些配备 没有这些功能的话 作为消费者应该很难去选择这款车 而且以Mitsubishi Moto 美来西亚他们的聪明材质来讲呢 马来西亚的配备应该不会差啦 好啦 以上就是我们这期每周360的内容 那么上面的五则新闻里面 你觉得哪一则你最感兴趣 可以留言告诉我们 记得哦 在影片结束之前呢 帮我们按赞订阅分享一下 我们下一期的节目再见 拜拜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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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